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造访美国纽约 想拉近跟年轻人的距离首选当地的台湾小吃店 还亲自下厨要用美食征服当地年轻侨胞的胃 炸岩苏鸡尖角都难不倒侯友宜 大胆炸鸡汉堡的同时 台湾年轻人最想跟侯友宜探讨的还是台海问题 除了台海和平台湾的经济状况 薪资问题也都成为饭桌上讨论的话题 看得出来台湾的年轻人即使身在纽约也心系台湾 而侯友宜也把握机会专心倾听年轻人的心声 想要跟年轻一代的台湾人有深度交换意见的机会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这次的访美行程可以说是相当紧凑 还有很多人笑称这简直就是铁人行程 而他在当地时间周六跟当地的台湾人交流过后 即将前往纽泽西 而将在星期天前往华府跟当地的智库 以及政界的学者来交流 侯友宜这趟造访美国最重要的就是要透过更多的对话 加深美方对他的信任 同时也会跟美国东西岸的侨胞有许多互动机会 希望争取更多支持与选票 欢迎新闻记者翁婉柔在纽约的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